这个高科技 包括于人才的肺炎 马中总商会青年团 是在2013年4月份成立 并在2018年 哈喽 听到吗 青年企业交委员会 青企会 以更贴近企业家的形象 有有有听到 有听到有听到 各种各样的活动 让他们装备好自己 迎接更多的商机 我觉得21世界民企业家 通过这个平台 走出马来西亚 然后走入全中国 我们不只是要学习 如何做一个成功的民企业家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 更有价值的民企业家 作为领先民营企业 与政府资源的平台 马中总商会成立至今 一直与两国政府基要部门 保持紧密联系 以确保能为马中企业家 提供资源对接 项目对接 和海外对接的机会 推动并实施 走向国际的拓展策略 马中关系远远流长 经过了45年的紧密合作 经贸之间的成长 马中的关系跟上一层 我们在未来展望 双边友好邦国的关系 朝向新的里程给卖进 作为一个国际交流平台 总会加上 玄马九个峰会的专业团队 多年来 成功让中国数以万计的资方 与本地政要商家达成合作 不仅让有族企业家 行声体验马中伤望的盛化 也让中国方 敬视到国际津津乐道的 马来西亚多元文化 加深与本地商企合作的信息 为了实际了解中国经济顺况 我们开设了投资中国 与投资大马课程 举办一带一路英语论坛 并盛大举办了 马中建交45周年信念 庆祝马中之间 永续的经贸往来 以不宜的文化情感 继续推动经济改革 持续高速成长 马中统商会 自1990年成立以来 积极地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为 今天的东马关系 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的发展速度 与商业活力持续增强 使全球寄予的市场 马来西亚 则以健康稳定的时局 与经济以及多元文化取胜 3,2,1 22,2,3,3,4,3,2,1 其中文化取胜 对于马中总商会未来的发展 马中总商会一定要尽量的有机制 来授权给我们的各个舞会 各州的祖本会 让他们有这个领域 有这个舞台 去表现他们各自的彩活 这一点是我们这个总商会 会成功的一个要求 无论何种企业 想要开拓海外市场 投奔最好的资源 就必须选择一个强大 灵活先进的平台 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 可以 诺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现在的榴莲也要e-commerce来 真的是 那天我只是单单这样帮朋友这样 post一下 差不多千多个的那个order respond 进来了 吓死我了 要改行了 现在e-commerce的世界真是很不一样 不是改行啊 这个肯定可能不知道我们的data rayson 是榴莲的榴莲子王 哇 这样要要要要要要请他过来 因为我们上会里面有很多榴莲圆祖啊 大小都有啊 哇 几个一个到几百一个都有啊 哇 哈哈哈哈 真的是非常好 这个我们要找的要找的人 哈哈哈哈 因为那天那天我post那个冰城的嘛 冰城的我的朋友的眼嘛 他不是很大啦 所以我就帮他们安排啊 再下来咯 走两个trip哦 再下来 再了两个trip哦 过后哦 哇 差不多我的那个page哦 的respon 我respon到爆了哦 到今天早上 刚才还有人打电话给我 问我还有榴莲吗 我讲我不是卖榴莲的 哈哈哈哈 每几分钟都会有 我只是帮忙我朋友 post那个东西嘛 但是我们喜欢吃榴莲的 一直在做review榴莲的等等 哎呦 所以他们误会了 以为我们在做榴莲 所以我的order啊 他们就进来啊 pm啊进来那个order 差不多千多个 到review到哦 你看还没有开场 我就笑到榴莲内了 真的是 这个啊 这个是好事啊 你有什么内容啊 全部啊 改次啊 人家可以找你 派你的你的referrer就够了 哈哈哈哈 下一步的 我就是讲榴莲 我们可以帮忙他们的 真的要通过网络来 来卖啊 包括那个 很多的那个platform啊 shopee啊 榴莲的老板 SS2啊 他们呢 有榴莲当口的 都来问我 我怎样可以跟你的 那个platform来合作啊 好像是live了 live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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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已经live了十分钟了 我已经share在那个facebook了 我有另外一个电脑 开着facebook看着的 啊有有 再再再再再走 ok 我们再次了 我们就 主持人来了 ok 我们就开始了 11点正了啊 我就非常好 各位早上好啊 我是谢中正是代表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 我本身是马来西亚总商会的副总会长 也祝天下的母亲 母亲们啊 母亲节快乐啊 Happy Mother's Day 我们的商会的简称叫马中总商会 英文叫Malaysia 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MCCC 是一个非官方非盈利 多元种族的民间商业团体 马中总商会成立的宗旨是为了足进 马中两国经济发展的投资合作 加强本会和马中政府机构跟民间工商团体的联系 以及维护会员的利益啊 本会呢有设有九个州分会 全国拥有一千八百个企业会员 也应该了执照业金融农业 也包括榴莲 旅游 旅游 教育 房地产还有各种的行业 然后同时的本会也成立了青年企业家委员会 以及尼企业家委员会 以培养新领导协助本会的和中央理事的 推广会议跟行政单位 然后今天是马中总商会的线上讲座 第九场的区块链大揭秘 新冠肺炎啊这个COVID-19呢 全球的印尼大马政府已施行的行动管制令 MCO让原以放软的经济啊 写上加霜 传统行业几乎面临灭顶之灾 重重的种种的冲击下了 必使企业搭上数码化 以及转型之路 为企业找更广的出路 以适应时下的新常态 行管令期间呢 店铺不能开 人们只能待在家里 企业只有改变商业的模式 善用无边界的科技边界 才能突破困境 以把业务推向更高峰 在企业的卖向数码化转型时呢 区块链是无法无视的科技 然而很多人对区块链认识的 有限于比特币 加密货币 还有有些会员 还问我区块链 是不是有关于金钱游戏 money game 甚至他们有很多的误解 这个是刚刚我昨天 出了几个信息 所以我一定要提出来 到底区块链是什么 它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是否可以应用在我们的业务上 马中总商会特别策划了 就是今天的这个讲座 区块链大揭秘的线上讲座 邀请了数位专业人士 来给我们卸开这个区块链的面纱 让你们重新认识区块链 这次我们邀请了几位 业内的主讲人 包括马来西亚区块链协会会长 达斗王文龙 达斗雷生 世界区块链基金会 创始人跟永久主席李伟胜 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 马来西亚区块链协会副会长 陈启胜 为我们讲解 还有我们很荣幸邀请到雪州 资讯科技电子商务理事会 CTEK总监和MyStar创意 项目群众制平台创办人 吴文斌先生来为我们做这次的主持人 然后 现在我就把这个平台交给主持人 吴文斌 谢谢你们 好 谢谢Kelvin 也在这里我要特别谢谢 马中总商会 今天邀请我来担任这个主持的工作了 那我也特别谢谢 也感觉到荣幸能够跟 三位马来西亚区块链具有代表的人物 我们来同台一起来聊一聊 区块链这个事情 那我想区块链可能对大家来讲 已经不太陌生了 只是我常说在马来西亚的朋友是 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就好像知道 又好像不知道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节目 可以让大家来更深入的了解 区块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希望今天我们的嘉宾可以一一 来为大家解开这样的一个迷思 或者你可能不了解不明白的地方 那我先快速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文斌 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马中总商会的 第九场的这个分享会 那我代表的单位是CTAC 是雪兰儿州 在2015年正式成立的一个推动电子商务 即创新创业的一个孵化器 我们的中心就坐落在Shar Alam的ICT 所以欢迎各位有时间 或者想要了解更多可以来跟我们互动 那我自己在西代里面担任的工作 就是负责教育的推广 我负责电子商务的教育推广 也负责创新创业的育成跟孵化 那这个部分其实一直都是跟马来西亚 很多中小型企业聊到说 可能想要转型 数位化 网路化 它是有一些进程的 那我们这个中心其实就 极力着在做推广跟 做各种各样的教育的工作 其中我们在2018年 还把淘宝大学带到马来西亚来 我们是第一个 把正式中国的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大学 在我们的中心里面开办了四个课程 那也希望可以借助更高更厉害的一些单位 可以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前瞻 来帮助马来西亚的中小企业 可以把电子商务发展得更好 那今天我 那是我负责的工作 除此之外 刚刚我们的 Kelvin总会的负责人也提到了说 我还有一个单位就是Mindstarter 我们是一个 在这个security commission 就是马来西亚政监会下面 实验的一个股权众筹平台 我是创办人 所以如果中小企业未来 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如果你们想要做众筹的话 有想要了解更多 也可以个别私底下再找我 好吧 那我还是要拉回到今天 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我们谈的是区块链 当区块链在地球上发生的时候 当时我也很好奇 我自己也开始掉入了一个 我毕竟是从技术毕业的 我以前在台湾念书 我是念资讯工程 所以我也是一个programmer 所以就在想区块链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就开始去了解 当然到目前为止 我也不能说完全通透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也是来学习的 我们今天现场有三位大哥 我希望可以透过他们 我也可以学习 跟掌握到一点 什么叫区块链 那区块链很多人一开始 第一个印象就是 好像可以赚很多钱 因为有听过一个叫Bitcoin 比特币的 然后又听说有人弄了什么 可以挖矿的 然后很多人也去赚了很多钱 乱七八糟的 所以可能今天我希望 在市场分乱的这种讯息之下 今天我们有三位专家 可以来一一给我们解开这个话题 那甚至有些人说 他可能要取代掉我们人类的纸币 以前是用什么贝壳 后来换换换换换 现在变成一张一张的纸币 对不对 那有人说 这个在网路上 这样的一个货币 不是很危险吗 各位其实纸币也没有多安全 所以我们来聊一聊 到底所谓的区块链是怎么一回事 那我就要先请我们三位嘉宾 一一出场 刚刚我们的Kelvin也给大家介绍了 三位的background 我想可能大家都大致有理解了 那包括了我们有那个马来西亚 区块链协会的会长 副会长 还有我们这个世界级的区块链的代表 我们有永久的一个主席 对不对 我们的Welson在现场 我觉得Welson是一个对区块链 我觉得他是一个百科前书 他对区块链的了解非常的深入 还做过纪录片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一开始 我不得不交由Welson 来给我们做一个开场 Welson你来给我们谈一下 到底区块链是什么 那他跟比特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大家都觉得好像比特币可以赚到钱 我把时间交给Welson 来Welson 好的 大家早上好 然后这些主持人 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开场 其实也是专家只是比较谦虚了一点 好 那我想讲的就是我们在研究之前 因为大家都很关心都是商人 对吗 因为这些马总商会是商人的话 大家比较关心一件事情 我们大家就是钱 好 那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钱是什么理念 那我们知道实际上 这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呢 这个世界才重新有了一次组织 然后就决定以黄金作为这个基本的背书 就是你有黄金你才能够印钱 没有黄金你就不能印钱 所以这个情况是一直到1971年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在之前我们讲这个美国的钱的时候 我们会叫做美金 美金的意思就是因为它需要有黄金的这个backup 但是到1971年过后就不是了 因为为什么呢 钱不够用了 黄金也不够了 那怎么办呢 那他们很厉害 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叫做量化宽松政策 非常的高大上 一般普通人一听到量化宽松 一半听有一半听没有 之所以但是不之所以就刚才主持人所讲的一样 听得懵懵懂懂就觉得很厉害 其实呢 讲到来就很简单的一句话叫做印草票了 就是有没有黄金没有关系了 总之这个纸张我照印就是了了 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个纸张的烂法 那我们来看看一个图 现在我要给大家看一幅图 那这一幅图呢就看到了呢 因为我们的世界的这个钞票呢 它都是 钱呢都是以美金为主要的标准嘛 来我们看一看这个全图 Full Screen 你可以看到从1991呢 一直到2008年的时候呢 突然间开始飙升 那么一直到现在呢 我们知道这个疫情来临的时候 这美国人呢 钱也不够用了 那怎么办呢 又在印吧 所以这个钱越来越多 就制造了大家所熟悉的Inflation 就是通货膨胀 所以呢我们很简单 我们只要看回回看20年前 你的50块钱或者100块钱 可以买到什么东西 今天20年后你的50跟100块 可以买到什么东西 你就理解了 那你是一般做商人呢 做生意的话 你会发现到呢 你一直在追 尤其是打工的更辛苦 你一直追怎么追都好 你的这个收入的成长 跟这个业绩的成长呢 是一直永远似乎都 就具不上这个Inflation的 这是很大的问题 那在2008年的时候呢 大家很熟悉的 在美国这个华尔街的一件大事发生了 就是这个雷曼兄弟 对吧 雷曼兄弟的事情呢 就这个经济泡沫一爆了 一爆了过后呢 这个草票就乱印了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图 那实际上呢 这个比特币呢 也是在2008年的时候呢 就出了白皮书 就说针对这个问题 就大家的钱都没有保障了 那怎么办呢 就出了这个白皮书 2008年的时候 就说呢 现在呢这个钱 如果我们任由这个中央政府 或者央行 他们这么来发的话呢 实际上对一般人 是没有任何保障的 所以呢 就出了这个白皮书 介绍给大家说 我们要开发一种 另外新的一种货币 那这个货币呢 是由大家一起来监管 大家一起来生产 它不会超载超量的 它有一套大家共识的一个游戏规则 大家一起来创造的 那它就有限嘛 有限它就不会滥发 好了 那真正的这个比特币的开始 是在2019年的1月3号 所以每年的1月3号 都会庆祝比特币的生日 就开始了 就创世区块 就开始了 好了 一讲到区块的时候 对 2009不是2019 对 2009年这个打错了 这个我的助理打错了 是2009年啊 谢谢啊 2009年的时候呢 就Genesis Block 这个创世区块就开始了 那么这2009年一开始的时候呢 实际上大家就以为说 我们就听到区块嘛 对不对 那我主要要表达就是呢 区块链 这比特币是不是区块链的 比特币是区块链 但区块链不是比特币 这个我后来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我尽快先带过这一点 好那这个区块链出来 当时呢 是没有所谓的区块链的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在讲比特币 区块链呢 是一直到2016年 1516年过后呢 才开始大家注意到说 这个技术原来叫做区块链 它不是叫比特币 那这个区块链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不是在2008年 也不是在2009年 而是在几百年前 以前就开始有这个区块链的这个存在了 我来给大家看一看下一副这个区块链的存在了 好了这个世界上呢 它其实有一个岛叫做雅普岛 Yup Islands 那这个Yup Islands上面的这个居民岛民呢很特别的 就是他们出门的时候不带钱的 不像我们以前还带紫币啊 硬币啊这些 他们出门不带钱的 他们这个岛上的所有的财富都记录在这些大石块上 那如果你们当中有去过Bank Nagara的啊 在Bank Nagara呢那边也有显示最早的呢 这个Rise stones 你们也可以看得到的这个这个石壁啊 巨石壁 好了那是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那个财富 岛上的人的财富呢 就记录在这些石块上面 当然这个石头越大 就表示这个财富越多 所以很简单的 这些石头上面都记载着这个岛名 岛上的人他的名字 就比如说这块大石头是我的 你就会看到上面写着Wilson 那你会看到另外一个石头 是这个Kevin的 你就会看到他写着Kevin这个名字 所以很简单 你要知道这个岛上的人的财富的话 你只要走一圈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岛上的人 谁是首富 谁是第二富 这很公开很透明的 好了那问题来了 如果我们不带钱出门的话 那请问如果我们买东西的话 我们是怎么去购买的呢 那他是这么玩法的 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个渔民 他捕鱼回来了 然后他想要吃鸡肉 好了 那这个鱼跟鸡 他怎么交换呢 很简单 那这个要买 这个要买鱼的这个人 他就带这个渔民 就到岛上的他自己的那块石头上面去 他说你看 我跟你要买 我要买鱼 那我跟你买鱼呢 要多少钱 这个就是我的钱 我就直接在石头上面 把我的名字 对吧 比如说这个Kevin 他有鱼 我Wilson我要跟Kevin买鱼 那我怎么样呢 我就把Kevin 然后带到我的这个石头前面 写着Wilson的名字的 这个Kevin给我鱼 我就把我的名字 Wilson在这个石头上呢 我就把它画过 然后我就重新写上Kevin的名字 换句话说这个财富已经是公开透明的转移 那以后呢 人家在经过这块石头的时候 他看到的是这块石头之前是Wilson的 后来呢就是Kevin的 为什么呢 因为Kevin 这个已经把鱼卖了给Wilson 到这个阶段理解吧 好了 那现在就有很多人就会说 那这个不安全呢 为什么呢 那如果我三更半夜不睡觉 我起来 我到岛上绕一圈 把这些石头的名字全部都改成自己的 那我不是成了首富了吗 没那么简单 那我们在做这个交易的时候 当Wilson要跟Kevin买鱼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还得要请几个岛上的居民 来给我们做见证 就是见证这个交易成立了 所以是有见证人的 那实际上真正的区块链的idea 他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在公开透明有见证的情况之下 然后呢这个做这个财富的转移 这个是最早的区块链 好来我们再往下看 那我要讲回呢真正的现在的区块链呢 它是怎么样的 实际上我们讲的区块 它就是像一个账本 账本就是ledger知道吗 我们做journal 或者ledger 对吧我们做生意的人呢 我们的公司都有account 我们都有这个账本 对吧那一个账本的话呢 你想像一个纸张的这个账本 它总会有页面嘛 对吧比如说50页或者100页 对吧那在区块链这个区块 其实就是一个账本 那比如说呢你这个区块是 这个账本是100页的话 那这个一个区块呢 在这个比特币来说 它就是一个megabyte 这样的意思 一个megabyte 所以有电脑就懂了 所以一个区块就是一个账本 100页它就像等于一个megabyte 这样的意思 好了那它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样 它呢在这个网络上 那有你公司的账本 那平时你公司的账本呢 是由你聘请的那个我们叫做accounts club 对吧或者你的财记 对吧来帮你帮你做账的人嘛 就是公司你做生意请人做账的 好那问题来了 你公司做的那个账本呢 那个是因为你用钱去请一个accounting 或者一个accounts club 来帮你做的那个accounts 或者那个账本 而且有很多公司做生意的人都理解 那公司的账本呢 可能一家公司有两个三个账本的 对吧一个账本是给这个tax department的 一个账本是给自己看的 可能还有另一个账本是给老婆看的 或者之类的 好那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说这些private company 这个Sendrian Berhad呢 它的这个账本的这个可信度 是不高的 更加不用谈公信力 他们的公信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账本你赚钱也好 亏钱也好或者赚多少钱 这个是你说了算的呀 是由老板来决定的呀 对吧 他有多么公开透明 他没有 他就很大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现在的账本呢 都没有什么公信力的 所以为什么呢 我们每一年要等到年底了过后 公司才会去请一个auditor 那么这个auditor 这个审计师 他才来查看 你这个账呢 到底对还是不对的 所以为什么说 认为上市公司的账本 比较可靠 也就是因为他有这个auditor来查账 但是不是真的可靠 其实大家都心里有数 好 那这个区块链什么意思呢 换句话说 区块链就是我们每一笔的交易 都是公开的 就好像刚才要买鱼卖鱼一样 今天你做一个生意 你成交了一单生意 你签了一个contract 你这个contract 比如说是100万的话 那原本呢 你现在100万 你是叫你的公司的这个clock 你的accountclock 公司的这个clock 去写说 我们这单是100万的 然后可能下一单 你去请吃饭 那吃饭吃了500块钱 牛记账500块钱 这个都是你自己做的 但是如果区块链呢 它是怎么样呢 它就不同了 区块链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做什么呢 叫做broadcast 就是你需要传播 所以如果今天我的公司 我做了一单100万的生意 我收到了100万 我就要跟全世界去传播 说哎呀 大家你们听好啦 我现在我做了100万的生意 那么我做了100万的生意的话呢 我的客户 或者我的supplier 他们也是这个一部分嘛 所以他们也会做公开的 就说 我也跟这个谁做了 Wilson做了100万的生意 所以我也做了这个broadcast 我做了传播 那这个supplier 或者我的customer 他也做了传播 那大家在这个网络上 一传播的时候呢 就会有这个accounts card 这accounts card呢 就把我们这个账 就记在账本里面了 那一记了下来过后 好了 那你看了 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交易 不止我的公司 不止我个人 就一直有这么多的交易 很快的这个100页 或者这一个megabyte 他就已经填满了 对吧 那即使不填满呢 他每隔10分钟 比特币是这样子的 比特币的账本是 他每隔差不多10分钟 他就会有一个账本就出来了 就是一个block 他就出来了 所以呢 当你看我们公司做账也是一样的嘛 我们一个账本做完了过后 我们就要接下去第二本 第二本做完过后 接下去就第三本 第三本就第四本 是这样连接下去的嘛 对不对啊 那我们怎么连接呢 因为一个账本 它就是一个block 就一个区块 那第二个账本 就第二个区块 那当你把这些账本 都连起来的时候 这个账本把它连起来 它就叫区块链 账本就是链 账本就是区块 那你把这些账本连起来 它就区块链 就是我们在图里看到的这一些 大家是不是这样就比较理解了 好了那问题来了 你的公司自己的账本 因为你的公司请的那个accounts club 是你每一个月有付工资 有给salary给他的嘛 对吧 你付工资给他 他才来上班 那你没有付钱给他 谁来跟你做账 第二天你就找不到人了 是吧 好了 那区块链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做账呢 实际上呢 这个做账的人 他是用电脑来做的 就是要买一部电脑 上了网络 下载这个软件 然后呢 公开来帮你做这盘账目 那买电脑要钱的呀 做这个账呢 是需要用到电费的 而实际上呢 做账的这个人呢 这个账本呢 在区块链呢 我们把它叫做挖矿 所以呢 如果说你买了电脑 你下载来做这一笔账 那你就是矿工 那来挖矿的这些人呢 就叫矿工 那这个电脑呢 实际上 这电脑在做的就是挖矿的事情 所以不是说你真正的去挖矿 而是做账 只不过在区块链 我们叫做挖矿 好 那问题来了 那你说我买电脑要钱 我维护电脑要钱 对吧 我做账我也要需要用到电力 需要用到电费 我也需要钱啊 那这个钱 我为什么要出这笔钱 谁来付给我工资 对吧 所以呢 他的这个玩法呢 就是说 你们来做账的话呢 就由这个游戏的规则 来给你们回酬 对吧 你没有钱给人家的话 人家不来跟你做工的 所以呢 这个回酬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比特币了 也就是讲呢 你开始在做这个账的时候呢 那你就会得到比特币了 那比特币呢 在早前呢 当然出来他好像游戏币一样 他是不值钱的嘛 但是当后来呢 人家开始在兑换的时候呢 哎他就值钱了 那比特币的第一笔交易 哎我的声音听不到了吗 听到吗 听到 因为我看到有人讲 因为我看到有人讲no voice 我就很担心 对 嗯 好的 那这个比特币的第一笔交易 什么时候开始他值钱 因为一开始早期呢 大家都把他当成好像你们打游戏的游戏币一样嘛 他真正开始值钱的时候呢 就是在2010年的5月22号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个程序员 他就用这个 他在网上他就发布 他说 我有一万个比特币 我需要两个披萨 我肚子饿了 有谁能够把两个披萨送给我的话呢 那我就把一万个比特币就转给他 后来真的有人这个 Papa Jones好像的就把这个 两个披萨就送给他 就变成每一年的5月22号 大家就庆祝比萨街 为什么呢 因为5月22号是比特币 全世界历史上的第一单交易 那这个交易完成了过后呢 当时这个交易是25美元 所以你想想看 一万个比特币的第一笔交易是25美元 所以你想一个比特币 才等于0.0025分 而已 这是第一笔交易 当然到今天的话 你看 今天回落了一点 前天都已经又突破回1万美金了 所以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好了 那为什么大家会认可呢 就因为这盘账目 它是公开是透明的 这是其中一点 另外的呢 就是你知道做这个挖矿的 做这个账本的人 为什么他可信呢 因为 今天我们请的不是一个account clock 今天这个整个系统 是由全世界不同的人 像刚才主持人也说过了 就是 各种的 他们个别的人 听说会赚钱 大家又买这个电脑 然后来做挖矿的情况 所以大家都一起来赚这个钱 那当越来越多人加入的时候呢 他就越来越去中心化 越来越去中心化 他就越安全了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呢 我们现在活在的是一个中心化的世界 我简单跟大家讲一讲吧 现在 我们再往下一看 我要讲一个特点 那为什么说公开透明的 就好像在那个刚才你们看到的 亚浦岛的那个 Yup Island的那个Ride Stones一样 每一笔交易都是公开透明的嘛 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呢 有一样东西叫做区块链游览器 这个现在这个你们大家看到的是叫做Bitcoin Blockchain Explorer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这个比特币区块链上面的每一笔交易 它都是公开透明的 你们任何人只要能够上Internet的 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账本 所以呢 之前有人讲说 做这个Bitcoin的都是一些非法人士 要拿来洗黑钱的啊 要拿来做那些不法的这些东西的话呢 那个是他们不理解这个技术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要做非法的交易 我要洗钱的话 我告诉你最好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现金 就是纸币 就是美元 对吧 因为我们怎么过手交易 它完全没有记录 没人看得到的 但是如果是比特币就不一样了 比特币的每一笔交易 从我转到你的这个账户的话 你每一笔都可以看得到 而且它是real time 它是实时一直在发生 都在做记录的 所以比如说我现在我转账 我转了一笔比特币给你的话 你一下子啊 你就可以在这个这里 你就可以看到了 你看到latest block latest block的意思 就是说 它的这个 这一个账本 所以这个是一个账本来的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账 所以当这个账是公开透明 而且是由不同的人 不同的机器 不同的宽工 一起来做的话呢 它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诚信度 而且呢 大家也会知道呢 它不会滥发的 它不像现在的这个 暂时我们的share screen先到这里 share screen 好 那这个 它就好过什么呢 它就几乎呢 是好过这个银行的账本 因为如果说大家熟悉银行的话呢 我之前呢 我这个银行的账户 银行经理他问我 他说 请问这个李先生 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 我是做投资的 他说你投资什么 我说有啊 房产啊 股票啊 基金啊 我说还有就是比特币 他说比特币可信吗 我说你开什么玩笑 我说 我在问你几个问题 你别问我比特币可不可信啊 我说我问你几个问题 我说那如果说 你的银行今天 你收到现金多少 你知道吗 他说不知道 他是行长耶 他不知道耶 我说那你今天 你的转账出去的 这个现金的有多少 你知道吗 他也不知道 我说那你线上的做这个 借贷的借贷多少 利息收多少 今天成交多少 你知道吗 不知道 那我说那你几时才知道啊 他说我得可能到月底啊 或者每一年 我才知道 我说那你到底是不是行长 我问你10个问题 你几乎有11个问题 你都回答不到我 但是我说如果是比特币的话 你现在你只要上这个 刚才大家所看到的这个 区块链游览器的话呢 那今天到今天为止 有多少个比特币 已经被挖出来了 有多少个比特币是流通的 有多少个比特币 现在正在转账 有哪一个钱包 转给哪一个钱包 是完全公开透明的 那我问回他了 我说那你认为哪一个 比较可信呢 所以这个 这个是整个比特币的一个简介 当然比如说比特币 倒是2100万啊 每10分钟的这个是 可以可以往后 往后再再谈了 所以呢我先说这个比特币 就是区块链的第一个应用 但是过后呢 就因为还有其他的 这个智能区块链的一个产生 还有很多的这个变化了 那个是已经是后话了 所以我最起码先给大家讲清楚一下 到底什么是区块链 什么是比特币 OK好 谢谢Belsen 非常详细的一个分享 那我想可能大家也稍微掌握了 原来区块链这样的一个方法 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使用 目的非常简单 就是为了透明所有的交易 那也是产生一种信任 你知道现在想要骗的人 还是蛮多的 骗子太多了 我说市场上 所以我觉得比特币刚刚 像Belsen跟我们这样分享了以后 原来比特币的背后 用了一个区块链的技术 而这个技术其实是公开透明 为了让交易的双方 可以在一个安全的机制下完成 所以产生了一个挖矿者 就是第三方 来帮忙做一个帐本跟记录 这样子有三方 而这三方彼此本来也都不认识 就是网路上这样结合下来 所以信任感就相对变得大了 而且透明了 所以整体的一个区块链的技术 跟这个所谓的 刚刚我们聊到比特币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可能很多人也都知道 比特币不是唯一的币 甚至有些人说 这就是虚拟货币 像我们之前在 要讨论这个话题之前 我们几个嘉宾有自己 有个小小的讨论 我们就聊到虚拟货币 我就想就说 这不是虚拟货币 我觉得很多人以为 这一定是虚拟货币 然后也有人说 这叫加密货币 我想请Dr Rayson 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虚拟货币是指比特币吗? 比特币是加密货币吗? 这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们请Dr Rayson 来跟我们聊一下好吗? Hi Dr Rayson 你在吗? Hello Hi Ok so 如果讲比特币 比特币是一个 Digital asset 可能我用一点中英文 因为我的华语不是很好 没问题 本来就是很逻较的 所以如果刚才 本平问的是 一个是Digital asset 还有一个是 Cryptocurrency Cryptocurrency OK 如果我们讲Digital asset Digital asset 它是一个 asset 你可以拿来做一些应用的 如果讲Cryptocurrency Cryptocurrency 它是一个 form of value store在一些的 Coin 还是 Cryptocurrency tokens 来去做一个 transaction 所以你看 我们讲Digital asset Digital asset 它是一种 ledger 来record 一些的transaction 包括一些的 我们讲可以给一些的 example Digital asset 它是好像 in form of 一些的 activities like ledger的 credential 然后包括一些的 asset of gaming的 一些的 IP 所以它们都可以 form in terms of Digital asset 如果我们讲 Cryptocurrency Cryptocurrency 它今天 evolved到很多的 layer of 不同的 名称 有的就是叫做 Utility token 跟有的叫做 Security token 等等的东西 把我们讲最基本的 给 一个layer man 来去understand 一个cryptocurrency cryptocurrency 就是你听过的 就好像 ETH Tron 这种 cryptocurrency 它们已经在一些 的exchange 来做trading 的 然后 Bitcoin也是其中一个 form of cryptocurrency 但是 那个 它就是有它的 differential of value 它的 是tradable in certain exchange 来determine它的 trade value 它的trade value 是 because of market demand and supply 它是一种 trade form of money 不是money 它是一个 Digital的 我们讲 一个token 才是一种 value 去determine它的 pricing and so on so in terms of 两个的 differential 很多人 在blockchain centric里面 他已经 confused了 一个asset 和一个token 的cryptocurrency so 在digital asset里面 它可以 就是 不只是 拿来做应用的 consensus 还是拿来做应用的 ledger 它还是可以帮助到很多的 一些 中小型企业 可以拿来做一些的 transactional base 拿来做recording的东西 包括我给一个例子 就是最近 马来西亚 刚刚有 implemented 就是 在那个 Malaysia Palm Oil Council 是拿来做 blockchain 把它拿来做一个 digital asset so它的这个 digital asset 就是拿来做它的 ledger full ledger of supply chain from他们的agriculture based of 它的plantation up to 它的productions up to它的supply so 这个整个的ledger里面 它就开始 record 全部的 那个transaction的asset into 这个blockchain里面 so 它的区别 between digital asset and also the cryptocurrency 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so 很多人 就在 一听到 Bitcoin 他就觉得 Bitcoin 就是 blockchain or digital asset 它全部把它混在一起 其实 在blockchain里面 它很多 spectrum的 它有 digital asset 有cryptocurrency 有它的不同 不同的consensus 在里面 so 这个要 depends on 每一个的use cases 来去determine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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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ail 所以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 安利 so for like healthcare banking especially banking 它比较 relate到 cryptocurrency的 sector especially 所以现在 evolution 开始的时候 它比较 比较多人 会 在这个 fintech的 centric fintech的 centric 它relate到 比较多的 就是在 transaction on value的 那个 范畴 so but of course banking sector 他们也是有做 用来去做他们的 一些的 documentation transaction on 他们的 remittance transaction lager 等等的东西 那个也是 form of 一个 between 那个 digital asset storing data then of course when他 deal with transaction on value 他会emphasize on cryptocurrency的 mode of transfer so 这个也是一个 case that 可以 可以再去 detail的 去唱 好 其实我有一个 比较不一样 点点的看法 就是 我觉得 在这个话题方面呢 我们要把它分开的 不只是两方面 一个是digital asset 一个是加密货币 一个是虚拟货币 一个是加密货币 我觉得要再分出来的多一个就是区块链不等于虚拟货币也不等于加密货币 我们可以说加密货币是一个digital asset 其实我们所用的e-wallet就是比方说我们的grab pay 我们的big pay 现在有好几个就是boost pay也好 就是这些公司其实他们在做的也是可以说是一个虚拟货币的一种就是一个digital currency 就是我们所所谓的digital currency 可是 加密货币它可以说是个digital currency 它也可以是它是在区块链使用了cryptography 就是我们所谓的加密 所产生出来的货币 所以我们才叫它为加密货币 然后呢 其实digital asset可以是加密货币 它也可以就是我们的payment gateway也好 然后呢刚才大多也有提到的就是blockchain方面 就是不同的行业也可以使用blockchain来真的是达到这记帐本的这个效应 所以呢我们其实就是要把它分成这三个归类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可能讨论就会比较容易 比较明了 就是digital currency可以是任何钱包 任何虚拟的摸不到的 我们就叫digital currency 然后crypto currency就是有用的加密的这个方式的货币 就比方说比特币这些 然后呢区块链就是引用了分布式去账本 就是它分布式的让很多人去管理数据 它不单只是交易数据 它可以是任何数据 它可以是supply chain数据 它可以是healthcare 所以这些只用了这个科技 所以呢我们把它这样子分出来可能会接下来比较容易的解释 OK好 那我也想在这里加一点 有关于这个 好来请问生 对对这个有关于这个digital asset 跟这个像你讲的cryptocurrency的这个我想加重一点 其实呢 digital现在很多都知道 尤其是你这个主持人您自己本身 你在帮很多的这个做这个网络 你自己也是programmer的 你就知道我们把很多东西都把它数据化 对吧把它数字化变成digitalization 好了问题来了 问题就是这个digitalization它是属于虚拟的 而这些虚拟的资料呢大多数都是储存在一个server 对不对 其实很多人讲cloud technology什么cloud 其实讲到难听直接一点 它就是一个remote server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个server不在你家里 它就是叫做cloud 就会在电脑 对对对对 所以很多人不理解 他以为讲你一讲cloud 他马上仰望星空 看着天空说 哎呀今天这个云 云朵不多不多 其实没有关系 它就是不在你的地方的server 它就叫cloud 好了那我想说回的就是呢 当你的这些资料digitalization 它储存在一个地方的时候 即使它是数据 但是这个数据呢 它是很危险 它是可篡改的 而且呢我想讲的重点是什么东西 什么叫加密 加密呢它有一个叫做物理特性 physical nature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什么叫物理特性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写一本书 那你知道书 现在是不是有ebook 那你也知道这ebook 你想象一下 你现在你上网 你去买ebook 你买了过后 然后你的朋友说 你跟你朋友说 哎呀这本书很好看 你朋友这个 这个是不是ebook 是的话 那你赶快你就email给我 或者你这个 whatsapp你就直接给我了吗 对不对 所以你看你一本ebook 你转给你的朋友 它就变两本ebook 你的朋友再转发给十个朋友 他就十本ebook 它是可以无限 它没有物理特性 there is no physical nature 所以这个叫虚拟的 不只是货币 任何的digital 只要它没有依照blockchain 来产生的话 它就是虚拟的 它可以无限生产的 所以无限的东西 它就没有价值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 我在强调这四个字 物理特性 所以在blockchain上面 是有物理特性的 假设我写了这本书 我只印了100本的话 你可以想象 physical 物理它是100本 那如果你买了一本 如果是在blockchain上面的话 你就会看到 我把一本卖了给你 我只剩99本 有一本在你手里 那当你把这一本 转给你的朋友的时候 你就没有了 这一本就去了 你的朋友那里了 所以在blockchain上面的 不同的地方是 它有物理特性 这个是最大的分别 好 这里我觉得Welson 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为什么所谓的这个加密货币 现在在市场上 它可以运作起来 而且有货币这样的一个称号 就是currency 是因为它蕴含了这个物理特性 而这个物理特性 完全要透过加密的方法 而这个加密的方法 使用的技术就叫做blockchain 就叫做区块链 所以今天大家很清楚的 就抓到了这个概念 如果没有blockchain 我今天告诉你 我给你的5块钱 我可能用WhatsApp WhatsApp你5 这个数字 然后你在WhatsApp给朋友5 那就变成10块了 很可怕 那个钱可以无限次的 一直copy出去 可是如果我有了这个blockchain 作为一个技术的架构 我给你的这5块 你要再给别人的时候 它就真的彻底的 从你的任何一个电脑也好 手机就拿走了 它就含了这个物理特性 所以各位就可以想象 蕴含了这个物理特性以后 所有的数据 就是所谓的数码化之后的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资产 它只要有这个技术的话 它可能就可以真的 把它们都变成物理特性 就变成说 我可能也有一个虚拟的房子要卖 这个虚拟的房子 当然我用虚拟房子可能不存在 可是我让各位用实体来理解 因为我们现在谈到asset 常常会想到 第一个就是房子 对不对 房地产是我的asset 我还有什么asset 我们常常都会列出来 还有多少现金 这些我们原来人类的社会当中 运用的这种 所谓的资产的概念 当它搬到网路的时候 我要防止的就是 它可以不断的被copy 应用的一个技术就是区块链 所以回到我们的今天主题 我觉得Wellson 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那各位也容易的厘清 什么是区块链 什么是加密货币 那来到加密货币 刚刚ladoracen也聊到 它有很多层面的应用 其中一个大概在三四年前 非常大量在全球的市场上 一直讨论 可能还要更早一点 五年前 这些时间我不太记得 各位可以来分享 那也很多创新创业 因为我们现在 其实我自己的单位 也浮化很多这种startup 包括了世界上几个大咖 Facebook Google 这些大咖们 都有参与了这整个 这样子的一种模式 来帮助startup 来做融资 来做fundraising 来做募资 这样的一个方法 一般我们称为ICO 那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部分 可能谁先来 我想可能是 Dr Rayson 是不是先 稍微给我们带一下ICO 这个概念 然后我再请 Jason 也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因为我知道 除了ICO 还有别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可能也可以请 Jason 来帮我们带一下 最后可能再请Wellson 来跟我们谈一谈 三位嘉宾轮流来讲一下 我们请Dr Rayson 开始 ICO OK ICO本身 它的名称 所以我们讲 在整个的 那个什么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时候 从我们讲 Traditional Startups OK Compare to 现在的Blockchain Startups 是两个不同的 environment 所以Traditional的方法 去做这个Startups 我们以前时常听过他们就是做Fundraising Fundraising in terms of like 去添加他们的Equity 来去拿一些的Fundings 来去支撑他们的一些的企业 你看在Blockchain里面 这个Blockchain的Evolution until the year of 2014 开始 所以Blockchain的Evolution开始很火焰 所以很多人就是开始 Leverage 怎样用这个Platform Blockchain的这个Platform 来去融资 那在这个融资时候 那时候他们就推出这种 ICO的一些的Concept 来整个去在这个Market上去Equity 一些的Capital 那在这个拿这个Capital的时候 那时候一有一个讲要做一个ICO 那个Market 那个CapitalMarket的那个钱 Investor的钱费进来 好像是like nobody business 所以他们就是只讲我想做一个ICO 人人都去开始买币 那他的主要的意义他们买币 就是那时候的状况就是 来去炒这个币 那炒这个币就是拿那个Hype 来去拿一些的Profit 那那个Project 未必是有存在的 所以这个就制造了一些的问题 在整个的ICO的这个Landscape 这个roadmap 到今天 所以到 until the year of 2017-2018 那个Government开始 stack in 来去看这个regulation so 这个ICO 就变成整个的他的disruption 不只是在Capital Market 他disrupt到 变成很多startups 选择性 去用这个的Pathway 去做融资 因为traditional融资 是蛮辛苦的 其实从一个startup 开始 他们要找种种的平台 还是要找到种种的investors 还是要pitch种种的ventures 来去融资的 那融资的过程 包括他融了这个钱过后 做了事业过后 要上到一个平台上去trick他的share 我们讲final angle 他们要的去listing listing又是一个compliance 要很长的时间去带动到这个企业到一个结果的 那通过这样的ICO的一个过程 他整个的processes 已经把它减少了 减少了 除了减少他 因为 那时候就是blockchain 他是有一个很公开的一个ledger system 就是来给所有的 这个发行的一些的token也好 还是ICO的也好 他把所有的transaction base 都很公开的在blockchain里面 record在ledger里面 但是存在的就是 很多人就拿这个advantage来 去abuse他 所以到government try to step in 时候 他们就开始更多的compliance 要去comply了 所以ICO到了一个阶段到2017年 他就开始产生了一些的 就是讲after evolution 只是一个concept就可以拿到钱 然后就进入了 就是有一个PPT 又可以拿到钱了 然后过后就开始 evolve 到要有一个white paper 才可以拿到钱 所以现在除了white paper 他们还要一些的document 还要一些的legal的document 来去融资等等的东西 包括到2019年到现在 就是所有的companies要开始融资 用ICO的他们都要comply一些的tems and conditions 包括就是要有management 就是要有management 所以他们的capital set up他们的entity 然后50% must be malaysian based的founders 然后他们的fondraising的一个size 要到多少的maximum cap 都有它的compliance to comply 所以变成在这个ICO的过程 它变成的processes become more difficult 我们讲它变成比较严谨 和比较给一些中小型企业 他们要用这个方法来去中筹 还是fondraising 所以变成有了这个compliance 我未必是一个好事来的 所以很多人因为startups 有很多的compliance 太多compliance to comply 我们讲做一个fondraising 已经很辛苦了 还要叫他们再搞生意 再更加辛苦一次 你明白吗 所以变成一个startup 真的是面对到很多的挑战 他们在搞startup 已经有很大的challenges 在run他们的business to make sure他们在一个pathway 去growth but at the same time 他在做compliance 那边已经搞了他们很多的 那个step back 变成他们的growth 越来越慢了 so through这个ICO的这种的metology 以为讲startup找到一个方法 来去更简单的去找一些的资金 但是because of很多的startups 在这个market上 tend to use this type of methodology 来去abuse so变成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要去真的去参考了 好 谢谢大多瑞森 我想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任何一个事情的发展 当他开始尝到甜头 所有人都会蜂拥而至 所以他会让整个产业 快速的爆炸起来 然后在爆炸的过程 一定会有一些人滥用 在这个滥用的过程 他就会导致很多人受伤 受伤了以后就会退潮 退潮了以后 所有的法规就会进来 我想可能 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他有好有怪 我们也没办法一刀切说 他必然好或者必然不好 可是对于一个startup 我非常认同大多瑞森讲的过程 对于一个startup 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工具 却被市场有某种程度的破坏了 而必须更严谨的去做这个事情 他也特别的辛苦 我觉得这变成了少少的阻碍了 那我们还是希望 当然在法规的部分 当然是要保护一些投资人 那我们怎么取到这个平衡点 我觉得还是要丢回市场 甚至我们这个政监会 Security Commission 他们陆续的去研究 怎么去放宽 怎么让这个事情 可以发展得更好 那ICO其实是利用了 所谓的initial coin offering 他是用coin来做一个融资的 以其用股票 他可能用一个coin来取代 有点这样的概念 Jason 要不要跟我们来聊一下 马来西亚有没有一些 什么样的安理 或者你觉得他怎么样去用一个coin 概念上是怎么样的 OK 好 所以之前我们提到的就是区块链嘛 区块链就是可以很容易的 让我们知道 谁在这一个或在某一个区块 当前有谁是拥有着这一个币的 所以当我们说ICO的时候 今天如果我们要问一间公司 有谁是投资人 我们可能要去到就是打好几通电话 我们才可以知道shareholder list 然后如果我们的shareholder list 很长的话 那他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真的是 让我们compile 而且我们要做转账 或者是我们要把这股权通证 给到另外一个人 我们可能要去做一个个名 要去corporate secretary 要准备好几样文件 我们才可以把名字转到另外一个人的手上 所以呢 使用的区块链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今天 比方说我要有一千个股东 我就只是说我发行一千个币 每一个币就是一个股东嘛 我就可以把这个币卖给任何人 我可以说我卖给你五块 那这一个币就是五块钱 就是拥有着一千分之一 of这个公司 那如果我真的是赚到了钱 我要再把这些利润分回给他们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这个帐本说 在今天以前拥有着我的币的人 就是我的股东 我就要把我的我的这些利润 把它传给他们 就可以直接的就可以这样子 在链上 我们就已经把一切的利润已经分配好了 而且今天如果我 投资了这个startup 我觉得他可能很有潜能 可是我就是要让更多人知道 我就可能可以推广 让人家去拥有他的股票 可是股票转让太麻烦了 所以变成这个事情很难做得到 所以呢他们就使用了这ICO的方式 只要你把钱转给我 我觉得价钱合适 我就可以把公司的股票卖给你 它的概念其实是这样子 它的出处它本身是很好的 就是一个可以让你很快的 就可以把你的idea带出去 很快的就可以让人家了解你的公司在做什么 很快的就可以知道谁是我的股东 很快的就可以把利润分配给股东 可是就是因为这些滥用的情况 所以导致了ICO有了个坏名 因为当时很多人就是讲 这家很有钱的很有钱的很有钱的 大家来买买买买买 然后呢他其实卖完了他的币之后呢 他就去另外一家 他就讲这家也很有钱的 他就一直这样重复的就是 把很多的钱带到他自己的口袋 那么就造成了ICO的这个坏名 所以呢其实提到ICO的时候呢 我们不得不提一下STO Security Token Offering 那就是很多国家当他们有了regulation之后呢 就是有人去核实说 就是这个人是存在的 这一家公司是存在的 那么我们就有了这个STO 其实一家公司如果一个国家 如果他真的是要把STO管好呢 他其实应该就是要有一些regulation 就是至少要知道这个人是存在的 这个生意是存在的 这个生意是存在的 其实就应该够了 而不是要去到跟IPO来就是相比 因为如果他跟IPO来相比的话 你可能要拿就是做了好几年的生意啊 之类的东西 那对我们的startup 其实是有一点难的 有一点像说至少要把Due D做好啊 对不对 对其实就是只要他把Due Diligence 就是做得好的话呢 他其实STO其实他本身已经是足够了 那我在这里加一个问题给你可以吗 因为也是有一些朋友想要问的 那这样的东西 你刚刚聊到ICO STO 在马来西亚合法吗 刚刚你也聊到政府可能有做了 刚刚Dato Laysan有聊到security commission 好像有look into it 那在马来西亚现在如果我要做STO 或者ICO是合法的吗 OK 在马来西亚呢 本身他的ICO STO的阶段呢 其实还在就是他有了一个framework 可是这个framework呢 其实有没有人试过使用呢 他其实还是在一个 negotiation的阶段 只是他可能还会要改一点东西 因为现在这个framework 我们看上去的话呢 他有一点太过像IPO了 那他就已经没有了那个 加密货币本身可以给到的那个自由性 那个flexibility 如果我们每一次转账 都要去跟secretist commission讲 Hello 我要把这个币转给他 那这个就根本就没有在使用了区块链 还是在中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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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要打电话跟secretist commission讲 我要卖给他 那我不如直接去交易 直接去Bruce上马来西亚交易就好了 如果我真的是有那个capacity 做到这一个阶段 我就已经不再需要使用 加密货币的这个方便 所以他们可能 就是framework 可能方面 还是要修改 因为毕竟其实交易所本身 secretist commission 已经有好几家是已经regulated 在马来西亚交易所本身 是可以做交易的 对 所以交易所本身 他已经有regulation在了 就是 只要是在那边的币 我们都要做一些实名认证 然后呢 如果交易太大的话 他其实就是要有这反洗钱的这个 最主要其实加密货币 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洗钱 洗钱运动 加密货币像Vilson 早期提到 就是他把全部数据都放上了区块链 其实让洗钱的人更加的麻烦 所以其实他们如果要真的是反洗钱的话 他们其实有这方面的regulation 其实已经足够了 那么其实要看的就是要把 exchange 他现在这个的ICO的framework 怎么做调整 调整到他可以使用 就是区块链的美妙之处 就是可以很快的转账 很快的可以在账本 流通 可以流通 流通是一回事 然后另外一回事就是 很快可以知道谁是我的投资人 如果我赚钱了 我马上给他们钱 我不需要就是等 consolidation 然后可能六个月之后 一年两次这样子的分配 我可以做到每一天分配 我甚至可以做到每一笔交易 一进来我就马上分配给股东 就是他可以做到这样子的flexibility 这就是区块链的美妙 好 谢谢Vilson 对Vilson我也有问题想要丢给你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常听说除了ICO以外 还有一个叫什么 tokenization 什么叫tokenization 什么token化 怎么把那个东西tokenization 然后下来 当然你可以继续回答 可是我刚刚在聊的过程 会出现一个小小的问题是 如果是ICO 他给我的不是股票 他给了我一个coin 我怎么知道我跟这个公司有关系 我怎么确保这个coin 能够赚回钱 来请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我其实呢在讲到ICO 我必须讲他为什么这么早之前呢 会这么多人去疯狂的炒作 你要知道他的整个来龙去脉 因为比特币呢它是从 就是几乎没有价值 跟没有价钱的时候 突然间暴涨几万倍 所以呢一下子呢 让这个市场的这些投资者 一下子大家大开眼界说 哎呀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东西 好了 那来了过后呢 就是这个真正的众筹开始 当时还没有ICO的呢 是这个叫以太坊 大家可能听过这个Ethereum 因为我也是Ethereum的一个众筹者 在201415年的时候 我是其中一个 所以我就比较了解这个情况 那Ethereum呢 他其实他就跟大家说 他说我们现在呢 要做一个不只是比特币 比特币很好 但是我们要做一个programmable money 就是我们可以把城市写进去 让这个钱来为我们做事情 就是这个钱它变得有用 然后他就说 这个idea 然后我又怎么做 他就出一个framework 然后他说可是我是要钱啊 所以他就做了第一个众筹 那个还不叫ICO 好了 那以太坊过后呢 同样的 在初期的暴跌了过后 后来又再一下子又涨了几十倍 几百倍 好了大家眼睛一开 问题就来了 那当大家觉得说 哇你一个比特币 又这么来几万倍的暴涨 一个以太坊又几百倍的来暴涨 那好了问题来了 这个以太坊就出了一个叫做ERC20的一个标准 就是说你可以在以太坊 Ethereum的这个网络上 你现在可以发自己的币了 哇你想想看 你starter你可以发一个starter coin 那个马中商会 MCCC 你可以发一个MCCC coin 好了现在人人都可以发币的情况之下呢 那你还在等什么对不对 马上就做一个计划 对吧 像我们这个Kevin 刚刚开场的时候 就做个计划 讲说 哎呀我们这个马中商会 要怎么样的为我们的会员服务 又这个又那个 然后我们就 现在我们就发了MCCC coin 你不相信我们相信谁之类的 我是大概举个例子 好了 那你看在人人都可以发币的情况之下 好了 又有前车之鉴 对吧 又看到说 哇比特币暴涨 以太坊暴涨 所以大家就会幻想说 那可能我搞个B 它也暴涨 那我就很容易收到钱啊 那实际上整个ICO 它的疯狂是来自这里 但是ICO本身的原意 也就是说 如果我一个project 你们认可的话 你们可以成为其中一份子 这个原意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错的 只是因为大家带着之前的那种 暴涨的那种心态 所以呢就大家在追 反正这个市场是供求的嘛 你有demand 那我就一定去找出supply给你咯 所以就变成说 就会有这些业内的人 就搞出很多的ICO 来去吸金 来去圈钱 圈钱的跑 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 因为是你要的嘛 你市场要我就提供给你啊 对不对 到后来呢就到这个 Jason讲的这个STO 对吧 那STO就是像Jason所讲的 就 哇你这个公司是要审核 有Duty 然后才才能够 才能够做发币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为什么到现在 我不管你做什么framework 为什么到现在还行不通 知道吗 就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就第一 你要做STO的话 要做这种类似 有政府可以有有效监管的话 首先 他必须是在一个private blockchain 就是他一定是要在一个私有的链 也就是讲呢 刚才我讲的这些做账的人 他不是人人都可以进来做这笔账 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矿工的 是我们认识的 是我们知道的他才可以加进来 等一下过后我会给大家看一些 这样的一个一个例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问题在这里 如果你不是私有链 私有链private的话呢 它是需要permission的 你看什么叫permission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什么叫permissionless 就是不需要允许的 你看比特币 今天如果主持人你说 我想要买比特币来玩玩 你不用问经过任何人 你直接就可以去下载比特币 有钱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有比特币的钱包了 但是如果是permission的话 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我跟你讲这个mcc coin 这个不是人人都可以的 你要下载你要用这个钱包 你必须证明你是这个mcc 这个马中总商会的会员 你才可以有这个钱包 那么你的这个钱包地址呢 它就锁着你的名字的 就是说你这个ID它是得到认证的 好了那你们只可以在马中商会会员之间 你才可以流通 当然它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这个流通的只有在你的成员当中 那你的价值就很有限嘛 对不对 你多少成员 对吧我顶多给你几千几万个 你怎么可能价值会飞涨 对不对 所以呢为什么STO的问题 就是当大家在发这个发财梦的时候呢 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说它的这个可以转 这个所谓的刚才Jason所讲的 我这些token就是我的股票 我转来转去也就是这一群人 它怎么可能发财 这个价值不会提升的嘛 好了那如果大家要提升的话 它的市场就必须要很大 市场要很大的话 我的这个流通 这个coin的流通 它必须流通到很多人的手里 那问题就来了 今天我来做STO 我可以做KYC没有问题 我投入你的这家公司 就是你这个startup 我就有了你的token 我就有了你的这个加密 加密币嘛 表示股票嘛 对不对啊 那你知道我是Wilson 那问题来了 我是Wilson没问题哦 这是第一层的KYC哦 那如果说我要发财 我就把它转给其他人嘛 那我转给其他人 那个人是没有KYC的嘛 那你让不让我转 你不让我转 我没办法交易 它没办法发挥价值 你让我交易 我第二层以下 你就跟不到了呀 这个KYC 所以刚才呢 我在其他的这个嘉宾发表的时候 我也偷看了一下那个问题 就顺便回答这个问题 那问题的其中一个问题 他就说 那你说这个转账是公开透明的话 那他怎么保护这个隐私呢 我想强调的就是 你可以这样来想象哦 一个比特币的账户 它就相等于一张不记名的debit card 理解吗 不记名的debit card 你可以想象你随便就拿一张debit card 这张debit card是没有记名的 你可以看到每一张debit card之间的交易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debit card是谁的 除非比如说 我把这个币我转 我转给你 你知道这个debit card是我的 你才知道是我的 但是它没有名字 别人是不知道的 我就这样子来先回答一下 好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想 可能在这里再问一下 就是刚刚我问的那个 假设一个公司 他真的做了ICO 就像你讲到 因为做ICO 其实还有KY 我不知道现在 因为其实市场上 有很多人做过ICO 有很多公司 有一些还是不错的公司 他们在做ICO的过程 有做KYC吗 也就是他知道 那个投资人是谁吗 然后这样的货币 他们可以流通吗 真正的问题是 这个货币的价值从何而来 就是那个ICO的那个 COIN本身的value 怎样会增值 因为如果是股票 我们很容易知道 股票是公司的估值 他跟着估值 他股票就增值 那如果是COIN 他的那个增值从何而来 他也是依照ICO的 这个COIN的价值 也是依照 像比特币这样的逻辑 来增值吗 这有没有其他的回答 是我回答 其实他的价值 他的价值是 在ICO 要看那一个公司的 project的存在 我们假设是一个好的公司 我们先假设是一个好的公司 也会成长的公司 好的公司 好的公司 当然他们也是会 Determine by 一些的 Benchmark of 它的Valuation 来去Determine 它的Price 这个东西也是很subjective的 因为它 是没有guidelines 和compliant 去整合这个东西的嘛 所以变成 这个value 都是要based on market demand and supply的 so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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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上的 market 它去demand 这个price so the last transaction who transact the price 它就是determine 它的current price ok 所以 就越多人想要 给的价钱越高 它就跟着越高 对 所以它这个 会掉下来 这个 这个也是要看 它的这个ICO project 到最后 它的 有没有把它 list在一些的 exchanger上去 嗯 它的这个price 那这个price list在exchanger 当然它是它的liquidities 是based on 那个market demand and supply 来去determine它的value了嘛 so 如果它是还没有list上去呢 那个是 我们是可以讲两个 两个东西啦 就是 一就是它可能用 这是based on 它的company 的valuation 来去determine 那个price 第二个它也是有可能是 用market market 来去喊出来的 ok 这个是很subjective的东西来的 ok 好可以 好那我想我们 可能就进入那个Q&A 有几个问题 我先带一下好不好 那看哪一位嘉宾 如果觉得可以来回答 我就直接我们就不点名 大家可以直接回答好不好 第一个问题是 它说在日本 有人可以用Bitcoin 来买property 来买房地产 那 呃 大家看到这个 有什么样的一些comment吗 或者 马来西亚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我这个我想讲一讲 其实呢在2014年的 的时候就已经世界上的第一单这个交易呢 就在巴黎岛 就巴黎岛呢 他就用有人用比特币呢 就买了这个别墅 我还特地呢去住 我还特地去住了那个别墅 啊 在我的环游世界的纪录片的时候 我还特地去住了那个别墅 其实 呃首先呢 我希望大家理解一样东西 我们之前在开场的时候 我讲到一样东西很重要的东西 叫做钱 对吧 那实际上很多人都讲我很爱钱 钱很重要 但是当你问回他钱是什么的时候 很多人他答不出来 很多人会认为说 钱就是马币啊 美元啊 日元啊 人民币啊 欧元啊 那实际上呢我想要用一个 最organic的一个definition 最basic的definition 钱是什么呢 钱是价值的共识 consensus of value ok 钱是价值的共识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大家都同意 这样东西他值多少钱 那他就可以变成是钱了 就像等于我们最近呢 这个疫情在covid-19 开始的时候呢 大家都在开玩笑嘛 就讲说 现在你出去外面 你打包一包果条的话 对啊 他说 你这包果条多少钱 这包 十块钱 十块钱 那我给你三个口罩 哈哈 对不对 就是一盒口罩 比如说一盒口罩 要90块钱 对吧 那如果我去买单的话 我给你一盒口罩 只要你跟我之间 我们对于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价值的共识 不管它是什么东西 它可以是口罩 口罩 它可以是一瓶水 它可以是药物 它可以是黄金 它可以是比特币 它可以是什么 只要我们都有这个价值的共识 我们就可以达到交易 这个是我要回答的问题 所以他根本 不管比特币也好什么币 不管是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很多人就会问到说 那么我做了这个交易呢 它到底在法律上 它是怎么样的情况 而坦白说呢 法律永远是被动的 法律永远走在科技的后面 所以呢 实际上呢 这个burden 这个要去报税啊 或者去报官啊 去报备的这一些责任呢 这个是在自己的身上 the ball is on our side 对吧 就比如我买了房子 我只要去税务局 我去报税 我只要到银行 我去报备 对吧 就OK了 那我们自己不去报备 那是自己的问题 那跟比特币没有关系 货币也没关系的 OK 好 我觉得 威尔森有回答到 其中一个重点 就是因为 问的人 我们这位观众 他问的是一个property 就是比较大 所以就会牵扯到 当我用比特币去买的时候 那个房子 因为你一大了 就会有税的问题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如果回到只是单纯的交易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 大家就可能 比较容易厘清了 就回到 威尔森刚才讲的 那个价值的部分 比如说我用比特币 来买一碗银屯面 当然我猜比特币 买一碗银屯面 应该很小很小就可以买到 那这个就不会有税的问题 那我猜马来西亚市场上 确实也有人做过这样的交易 就是我用比特币去买一个 可能电脑回来 买一个银屯面回来吃 我觉得这个相对就简单容易 可是一旦买property的问题 你要牵扯 我猜这个观众朋友 想要问的就是 是不是政府要来认同这个比特币 我猜这个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可是如果是单纯 从交易跟价值来做交换的话 那税的问题就回到你自己 你可以用比特币交给对方 而对方又愿意收你的比特币 那两者在做这个交易的时候 回到法律文件 你都该怎么去declay 你就按照法律程序去禁止 是的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对 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如果未来马来西亚法律要不要去承认 这个比特币这个话题有点大 我们先不讨论 可是马来西亚的Security Commission 确实是有针对我们刚才聊到的ICO 还有Exchange Platform 其实是有提出了一些framework 跟一些看法 也在进行当中 那我们期待有更好的未来 好 再下来有一个问题是 如果说他说协议跟这些所谓的Protocol 或者我们谈到的这个条例 越来越复杂 那集体要怎样 甚至需要集体的共识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没有完全对 因为原来整个blockchain本身就是一个集体来完成的 他本来在设计的当初就是一个反中心化 他认为如果得到集体的共识之后 是否又违... 他说如果有了条规以后 我整理一下这个问题 他说如果有了条规以后 就是刚刚Dato Welsen也有聊到了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中心化了 像刚刚Welsen也聊到说 我现在ICO的这个Coin要交给另外一个人 还要打电话给SC来做一个认同 是不是就违反了这个中心化 那我把他的问题延伸 这样各位比较好回答 世界上有没有其他国家 比如说我们知道新加坡 这个Dato Welsen特别熟悉 新加坡其实在做法规上面 是有各种考量的 能不能作为一个接近 就是example 他是不是其实在法规的过程当中 怎样平衡这个不集中 而又可以维持去中心化 来 有没有这个可能 其实新加坡在2017年 他们已经很 就是MAS 就是monetary authority 新加坡 所以MAS 他们在2017年 已经在准备进入区块链的 我们讲revolutions 那我还记得在2017年 我跟MAS有一个小开会 就是那时候他们就在参讨 那个ICO来怎样去如何 他们去支持他们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你看到吗 那个新加坡今天 很多的blockchain的公司 都会注册在新加坡 那新加坡在2017年 他们做了什么东西 就是他们develop了一个API的framework 他们是政府来的 政府本来是只是做一个policy 还是做一个regulation 但是他们到这个extend去做一个API framework API framework 来去协助这个blockchain的initiative去grow 那这个blockchain的API framework 是什么东西来的 它是在这个API 它就是可以把这个API来去对接 去银行所有的ICO 所有的blockchain related activities 来去对接近它的government 这个transaction的API 所以在这个API里面 它的政府就可以管制 来去监督这个regulation 来怎样去comply一些的compliance 包括一些的dexation 他们都在准备住的 所以今年包括去年 我记得去年12月 应该是12月 他们在他们的新加坡 Fintech festival 它就publicly announced 他们的API已经 ready to serve 那个global market for blockchain 的companies in Singapore 所以这个就是你看 它的extension 它的政府不只是单单 它讲talk about policy 怎样你们去comply 但是它是去reels get into solve the problem 所以这个soft problem 它就是来协助blockchain公司 包括刚才我们有谈到就是 我如果用一个property 来去做一个ICO 还是什么东西 还是一个property company 来做一个ICO 它怎样去comply一些的dexation 包括一些的compliance 它这个API 他们可以做的东西 包括就是可以协助他们做这个事情 包括customer 要kyc等等的东西 他们都有这个API 来去帮忙他们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变成 它整个的environment 整个的ecosystem 已经打造起来了 所以变成它的government 去拿这个step 去support这个blockchain的growth 这个region 是很大的东西 OK 好 我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他们在平衡的过程当中 它比较像是 我尽可能的把kyc 或者duty的部分做好 那原来kyc在做流通的过程 可能不直接的involved 对不对 有一点像这个样子 对吗 对 OK 其实我也准备了一些list 你们如果说担心的是regulation 跟这些text方面的问题的话 我准备了一个list 等一下我share screen给你们看 这些都是国际最大的公司 他们所组织起来的conglomerate OK 等一下 现在share screen给大家看一下 好 其中一个是 其中一个是 看一下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叫做hyperledger OK 非常多 这个R3 Corda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 这个世界上 你看 其实这些logo 每一个都是赫赫有名的 这如果你放大的话 过后呢可以 那个 错误的那个改了过后 对share给大家 你们可以看得到呢 这一些都是国际的 数一数二的 这些上市公司 最大最大的 不管是Boeing也好 Google也好 HSBC 这个IBM Microsoft 他们全部都在这里的 那这些conglomerate呢 我想要提的是 他们都是用blockchain 来去做他们的这个应用的 但是这些blockchain 都是private chain 就是说有很多呢 实际上一开始的时候 都没有就是发自己的币的 就是他们没有说发币 他们只是用这个blockchain 来做为应用 那应用在什么地方呢 应用就是说大家都保存一份资料 大家变成说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 我们没有信任的问题 OK 好 传达的时候这个就是我要给大家看到的 所以不用担心 blockchain有分两种 public blockchain 比较难 private blockchain 其实有很多的大公司 其实都在使用着的 OK 好收到 那我想可能这个部分 我延续下一个问题 也请可能三位嘉宾 可能可以来回答一下 我想先请Jason 好不好 Jason 马来西亚其实有一个观众朋友问 有没有可能聊 比较生活化一点点 就是他的意思是应用在什么地方 如果是所谓的加密货币 有没有可能应用 就我刚刚讲说 买一碗银吞面 之类的 或者其实有没有什么公司 或者我们讲的区块链 有什么样的应用可以让中调企业有机会接触 好不好 杰胜可以吗 好 OK 其实我也发现到 我也有另外一个电脑 就是开着我们的Facebook Live 我看到其实有的人就是在问 加密货币有没有可能取代美金 这一方面 其实如果我们做一个很快的调查 我们去到CoinMarketCap.com来看的话 其实每一天最大的转账记录 排名第一的并不是比特币 它有时候是比特币 有时候不是比特币 有时候比特币排第二 而排在第一的呢 就是这一个叫USDT 也就是一个E对E的一个USD的一个通证 它其实才是最大的交易量 所以如果我们看着这个叫USDT的加密货币 它其实最早期呢 它是开发在一个比特币上面的一个数据 就是你可以在发比特币的时候 把这个USDT写在里面 它刚开始的时候它是这样子 之后呢 它其实已经到了以太坊 也是有自己的USDT 它就是E对E美金 比方说今天我要把钱 汇到去一个美国朋友的手上 它其实只需要把这个USDT 就是发过去就可以 所以其实它的共识方面呢 其实USDT就是相等于一个美金 今天如果我要在Amazon.com买东西 我其实可以把USDT变成Amazon的Credits 当然要透过一些第三方 就是Coinbase之类的公司 它其实可以把你的这个USD 变成一个Cloud Server的这一个 就是一个Credits 然后把它就是当美金来使用 那其实它这是其中一个应用 当然中小型企业如果他们要发展 就是线上的e-commerce 它其实是可以使用加密货币 其实Tokenization就是我们所谓的Token 它不只是可以做一个通 就是一个通证 它可以比方说我们今天把它变成生活化 今天我是做一个 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商场的一个活动这样子 在这活动呢我们其实在TriV线上面呢 就发了一个币 这币其实就是点数 你可以去到任何一个 任何一间店消费 你就获得这个点数 那这点数其实他们省去的就是 不需要开发一个自己的电子钱包 也可以有自己的loyalty system 所以奇怪链其实也有这一方面的东西 就是可以 它不只可以有用 你如果你要更稳定的你可以使用USDT 你可以使用 马币 马币 equivalent的暂时还没有 可是有一些 有一些区块链 有一些 交易所已经开始在做 Malaysia equivalent 当然 这因为它 动到法币呢 其实它就会有一些regulation要comply 所以呢 多数的人会用USDT Binance有自己的USDT 叫BUSD 然后USDT是一个叫Bittrex的公司 成立的他们叫Tether 然后 Bittr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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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家公司 它就是以一对一 起初它也是一对一美元back的 可是现在已经到了4个billion 所以它已经把一些转换成黄金之类的 去做这个backing 可是还是有一个backing的一个存在 所以账目也不清楚 Tether方面它有它的audit report 它就是有show它有一些是美国bonds 有一些是美金 所以它已经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所以BUSD就是Binance的USD 或者是USDC USD coin 这两个币呢 其实还是E对E美金back的 或者是PAX 这些也是E对E美金back的 当然也有黄金back的一些cryptocurrency 比方说PAX gold 比方说XAUT 这些就是黄金来做一个1oz to 1 tokenback 也有 所以这一方面呢 就是如果你想要进入加密货币 你又担心它的volatility of Bitcoin 那你可以考虑的一些币种 当然如果你要做就是e-commerce线上的 你要跟什么报税这方面呢 其实还是要看国家怎么去regulate 这些regulation 可是它是一个alternative 如果你真的是要拿server hosting 这些东西 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些平台可以使用 当然有在美国在其他国家有一些debit cards 是可以直接让你用那个cryptocurrency来消费的 这也是另外一种 所以这就是一些如果中小型企业想要慢慢接触 区块链慢慢接触加密货币可以尝试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一个digital asset 你要比较稳定的你就能用USD based的 你要没有这么稳定的你可能可以要收Bitcoin 可是当然Bitcoin你就会担心 哎明天1万今天8500 有一点这样子的那种小小心跳 就是心跳会突然间上下一点 然后我其实发现到就是 还是有很多人在问USDT有美金pack up 之类这样的问题 其实如果你去到他们的官网 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audit reports 他们都是由一些大公司就是去做他们的audit报告 去ensure that他们的币背后都是有backings 当然可能他三个月一次可能你没有这么单 你会比较担心一点 可是Binance USD还有PEX 这些他们就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trustee 在帮他manage 这些就可能比较可以可信 所以要收哪一个backup呢 你就可以去看他们的报告 然后就是可以了解更多他们的 他们是怎么去做这个backings 来重得到你自己的信心 这是如果你要backings based on法币 如果你要backings based on黄金也有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已经慢慢被一些国家已经接受了 所以好像刚才提到日本可以买房这个东西呢 其实最早期有regulation for cryptocurrency trading的 其实就是日本 可是他刚开始推出的第一个framework 是很离谱的50% 今天如果你7000买进 1万卖出 那么你赚到的3000块 就要给一半给政府 那是他们最早期的 造成的日本顿时之间没有人在加密货币上面交易 因为担心他们赚来的财富要被code一半 要被打折 所以他顺时之间已经没有什么人去做交易 那么就come up with second version of framework 所以我们可能可以aspect就是 马来西亚的framework出来的时候可能 希望他不要这么高了 因为如果这么高的话我们的加密市场就没有了 这根本没有希望的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国家陆续把它当成是 可以使用的货币就是agreement可以承认的 比方说像Australia也是可以接受Bitcoin as a legal tender 或者是一个contract上面的一个 currency 所以有很多国家加入的时候呢 信心我相信是可以越来越强的 OK好谢谢 谢谢Jeson 我稍微整理一下 我想可能是在中小型企业 在马来西亚如果你要运用的话 第一个当然就是你如果有电子商务 或者你在网路上有做买卖 你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coin 这是一个建议 对不对 我接受coin就是我可以拿coin来做交易 这是一个可能你可以运用的地方 第二个可能你可以投资coin 一般你一接受的coin你也等于在投资了这个coin 对吗 类似这样的概念 这个我想要做一个 我想要做一个 猜猜 因为有很多人 我本来就是要把时间交给你 我想说我稍微整理一下 我可能有讲不对的地方 要请Welson来帮我补上 所以中小企业除了我可以接受coin以外 也许我可能去投资coin以外 我也想问三位 你鼓励我们这些中小企业的老板去投资coin 如果真的去投资coin 要注意什么 那我先把第一个问题丢回来 中小企业除了这个以外 因为也有个观众问说 还有其他应用吗 除了我自己 当然发行coin也是一个概念 我作为中小企业或者创业 startup我也可以来发行一个coin 我讲了三种应用 第一个是我接受coin 第二个是我去投资coin 第三个是我可能发起一个ICO 是不是中小企业是这样子的一个应用呢 Welson 我想要先强调一点 有很多人一想到区块链就想到加密货币 一想到加密货币的话呢 就想到它的应用 其实呢 所谓的价钱也好 应用也好 实际上呢 只是这个区块链的其中的一个部分 虽然很重要 它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因为实际上大家在讲的呢 是叫做 我把它称之为支付场景 我一定要把它区分开来 它不叫应用场景 它叫支付场景 支付场景的意思就是 就是像主持人刚才刚刚所说的 我用它来做买卖了 我用它来做交易了 这些都是所谓的支付场景 好 那我现在呢 我想很短短的很快速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可能你们想象不到的一些应用场景 而且是已经现成出现的了 来我给大家share screen一下 你们看一看一些这个 是现成的应用场景 不是支付哦 我们不讲支付产品 不讲这个币多少钱啊什么之类的 来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是实际的实际的应用 我很快的讲一讲 你们看到的这个 左上角的第一幅画呢 这个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 我是其中一个发起人 叫做iExact 这个就是把你们的电脑 你们知道电脑 你们买回家里 买回办公室 是很多时候没有用到的 对吗 你只有在办公的时候 你才打开来 那你没用到的时候 你这个电脑其实有用的 那这个软件呢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算力 把它卖给其他的人 就让其他的人 用你的电脑 这个就是这一个软件 所以已经是存在的咯 现在是跟着这个 Intel正在合作的 是属于法国的 这个政府级的一个 推广的一个 一个项目 那我们再往旁边 一看的话呢 那边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好像一个商城 看到吗 就购物的一个商城一样的 那这个商城呢 这个是在new chain上面的 叫做new mall new mall 就是这个是区块链的 购物商城 也就是呢 他没有中心化 他没有好像一家公司 像这个阿里巴巴淘宝 大家熟悉的淘宝 马云这样子 就他很多的交易 但是这些交易的利润 是让所有的这个币的持有者 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就是说他不是说 好像这个双十一 哇一下子这个这个业绩呢 又在破记录 其实破记录 你兴奋什么 关你什么事啊 不关我们的事 对吗 是马云又在成为首富而已啊 但是这个就不一样了 在这个new mall上面 所有的成交的交易的利润呢 是由所有的参与者 大家一起来分这个利润的 好 那么我们再往下面再看呢 这个叫做photo chain photo chain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那个照片 就好像你们上网 时常去找stock photo 来做design一样的 那么你们就可以在上面买到这些photo 那这个photo呢 它是限量发行的 你可以在上面买 买到的那幅画就是你的 好 那我们再往旁边一看的话呢 那个是ETH 以太坊 我不提 在现在的下一部分 你看我很快的browse过你就知道了 AIOC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大家都上网去看视频 去看Netflix 去看YouTube嘛 对不对啊 那你们实际上呢 这些都是一家独有的公司 它在跟你收很多钱 对不对 我相信大家都有支付钱 给这个Netflix啊 给Astro也好 给这个这个 YouTube 对吧 那AIOC的意思就是说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家里的电脑 的那个存储呢 把它分享出来 然后呢 做这个分流 做sharding 我们可以做分流 来看这个视频 就是其实有一部分的视频呢 就是在你的家里的电脑 那我们如果有人 他支付的话呢 我们可以收到钱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观赏 分享这个内容 也已经存在 到最后你看到的呢 这个是很大的事情 这个就是Internet 我们现在所谓的Internet呢 是一般技术人来讲 叫做TCPIP 就是其实它不是中心化 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Internet 有时候网站会被卡 会被block 会有受限制 对吧 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呢一到了这个 我时常说的真正的 最有威胁的 不是Cryptocurrency 真正这个世界上呢 对现有的机制最有威胁的呢 是Freedom of Information 就是资讯的自由 而这个Mesh Network的话呢 Smart Mesh是一个Protocol 而这个Mesh Box呢 它是属于这个Protocol 你可以想象为一个很大的WiFi一样 那这个是去中心化的 也就是讲今天的Telecom 今天的Time 就我以马来西亚人所了解的 Time啊 Telecom啊 Maxys啊 这个Digi啊 Cellcom这些呢 不再由这个电信公司自己所掌控 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成为电信公司的一份子 提供这个网络 并且去收取费用 而且有这个有这个收入的啊 这些都是一些已经现有存在成功的一些应用 而Smart Mesh呢 现在已经在新加坡的Living Labs 跟新加坡的政府合作 把这个网络带到新加坡去 然后他们在这个网络上呢 去购物什么的时候 都可以全部用这个Smart Mesh呢 他们已经是在做交易 现在已经是由这个新加坡政府所扶持的 支持的其中一个项目了 好 谢谢Bill先生 Bill先生我可不可以再Layman一点点 因为这些看起来应用上 还是跟我们的中小企业有一点点距离啊 有没有可能再贴近一点点 有的 其实就好像刚才我说的那个Newmore一样 实际上呢 这个网上的商城呢 所有的商家 你们的商品呢 都可以实际上上去用的了 所以呢如果任何这个商家 对这个有咨询有意识有兴趣的话呢 我可以在下面呢 过后去分享 让大家去下载这个APP 大家就可以看到呢 这个链商 以往叫做电商嘛 在这个网络 internet的时代 我们叫做电商 那么在链商的时代 它又有什么不同的话 我在过后呢 可以分享这个链接的 好所以这个应用就等于说 如果我是一个中小企业的商家 我可以把产品放到这个Newmore里面去卖 对不对 是的 这是一个马上可以应用的东西了 又或者自己直接去扎勾 一个新的Newmore都可以的 哦可以吗 那个成本高不高啊 可以的 不高因为那个那个 那个code 已经都是都是存在的了 哦 OK 这些还还不错哦 马上就可以应用了 是的 那我还 我延续这个问题 我刚刚有聊到一个叫做 Tokenization 因为我有看到在网络上有一些 网络公司 比如说有一家 呃台湾的公司哦 他做的是卖那个 他有一点像美国的Event Bride 或者马来西亚的Ticket to You 它是一个那个叫什么 活动电子商 活动平台 就是如果你有任何活动 想要有一个Registration 或者有一个Ticket 你就可以用这个平台 哦 他们也把整个平台 就是Tokenization 这样子算是一种应用吗 绝对是的 绝对是的 其实也不用说 不用 你继续你继续 不我的意思也不用说到这么远 因为才刚刚两年前 应该是一年多前吧 马来西亚我也不讲名字出来 就马来西亚其实也有一个集团 是房地产的 他也有自己的酒店 他当时就说他要发出自己的一个币 当时都在马来西亚的报纸 我不讲是谁 其实大家都心里有数 其实他很聪明 所以他说我们开了股东大会 然后我们把一部分的这个资产拿来做这个质抵押 然后我们就发我们自己的这个币 当然最后是不了了之可能很多的这个原因 其实他这个做法是很聪明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法律上 在法律上的这些资产依然是属于他的 但是他一旦Tokenize了过后呢 就相等于呢 他已经套现了 而且这个套现的市价是由他定价的 不是真正的市价的 OK 好 而且资产还是他的 哈哈哈 我就不讲谁了 大家可能心里有数 好 很出名的很出名的 哈哈哈 那我还是 还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刚刚我问的那个问题了 你们鼓励大家去 就是有一点像投资的性质在这个 Coin里面吗 那应该注意什么跟小心什么 我鼓励大家学习而已 学习了 先不要太快的下手了 超之过急 对 OK 好 那现在还有一个朋友问说 关于中国人民币 他们想要把它转换 或者中国 我忘了哪一年 大概两三年前 他也提到了 要有一个人民币的整个加密货币化 这样的过程 各位有什么看法 那他如果这样做的话 会影响其他的币吗 比如说比特币 用一个国家的力量跟单位 我看到很好笑 有很多人很坏 他在那个comment 他已经把我刚才讲的那个 他已经打出来了 我都不讲到他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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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都很自动自发 来 你们自己找到的 不关我们的事 不关我们的事 我们什么都没讲 想到中国的这个币呢 其实它本身 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 它是一个央行 发出的一个这个电子的这个币 其实今天中国有两个很出名的电子钱包 我们都知道就是微信还有阿里巴巴 这两个电子钱包 其实掌控了很多他们的人民币的流通量 所以其实他只是把这一些 因为现在的数据全部都是在微信的数据库 在阿里巴巴的数据库 可能政府不会看得到这些数据 所以当他把它变成一个 Legal tender 把它变成一个自己的加密货币的话呢 他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用多少钱是在微信的手上 是在谁哪一个用户的手上 然后多少钱在阿里巴巴的用户手上 所以他可以更加的了解每一笔支付 是由谁交给谁 所以其实他并不会真的是取代 他可能还是会有 人民币的纸币在 就好像去年本身 我去到上海的时候 其实也是发现到 其实大家在煮菜的当儿 你已收到什么支付 他们已经不再是去看他们的钱包 有多少钱 你还去了上海 你有没有隔离阿 去年去年 去了回来才发生 去年隔离阿 去年头去了上海 过去了美国 年中到了美国之后 其实也是发现到 美国还是在讲现金的年代 吃东西还要帮他算个10% 放STIPS 不然他会追出来问你 我的TIPS呢 所以其实他的很大反差感 到了上海完全是无 无现金支付 我还要想办法叫人家 你把微信发个红包给我 我给你现钱 到了那个阶段 我才可以去买东西吃 可是去到了美国 完完全全是 你有Credit Card 都不能使用的一些地方 还要是要你真的是给他 给美金 就是他很大反差感 所以其实中国做的这一步呢 他其实就是让他的那个 他只是发行了加密货币 他只是发行了加密货币 其实他还是一种 人民币的一种存在的一种价值 他只是把它Digitize 他把它Crypto化 你可以在一个区块链上面看得到 就是这样而已 OK 我觉得杰森回答得非常好 我就知道他是个危险人物 是是 我觉得杰森回答得非常好 因为我觉得中国政府的态度 一般都是监控多一点 我觉得他的主要目的 就像杰森刚刚讲到 他不知道那个钱的流动在哪里 所以他又在用这个方法 这个科技这个技术 多了一层的监控 知道那个所有金钱的流动 背后当然是要掌控那两个很大的钱包 我觉得这个意图是相当 合理而且合逻辑的 OK 好 谢谢 那下来也有人问新加坡政府 发行了加密货币 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 是不是为了降低 发行货币的成本跟流通的速度 首先我想提一提 因为这个问题跟刚才 跟那个中国的问题 有一点相近 首先我们相似 首先我先不谈说新加坡 是否真的有发他的这个货币 但是中国呢 确实已经他的DCEP 已经开始率先 已经先发了他的这个加密的 国家法币 那刚才呢就有问到嘛 就说那他会怎么影响 这个影响这个社会 跟怎么影响 会不会影响比特币啊 影响什么其他的加密货币啊 那你要理解一点啊 就是其他的加密货币 如果是在我们叫做公共 就是在公共的blockchain上发的 就好像比特币这些 他不是政府跟政府没有关系的嘛 对吧 以太坊跟政府也没有关系的 很多的一些blockchain 一些publicblockchain 跟政府也没有关系的 它是属于我们人与人之间 没有边界的一些价值的共识 我再强调价值的共识啊 但是你由国家政府央行来发的这一些 不管他是不是加密 不管是不是G块链 他的本质还是法币 这个是第一点 所以法币跟其他自由的这个价值的共识呢 他是两个个体 他没有冲突 他他会共存 这个是我要表达的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呢 其实有很多人呢 就尤其是跟中国很熟悉 你们叫做马中总商会你想想看 所以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说 中国啊 哇就很骄傲说 你看 你们这个外国刚才Jason所说的 Jason 我说说刚才他很危险 他又讲中国又讲美国 所以我们都要跟他隔离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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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y at home 对对对 Jason you better stay at home So 我要提 一年前了 哈哈 那我要提的呢 就是说很多人都会很骄傲说 你看你看美国都很落后 我有钱都不懂怎么用 你看我在中国 那我连那个那个路边的那个乞丐 他要跟我讨钱 我给他一块钱 我都可以用微信 对吧我去买菜 这一块五毛半我都可以用微信 多么方便我都不用纸币 但是有一点你没有发现到就是 当如果所有这些数据已经数据化了过后 你就有我们叫做的Digital Trail Digital Trail他就会有Audit Trail Audit Trail的话就是你没有私隐 没有隐私了 你没有Privacy 你的每一个动作 你花的每一笔钱 又或者你到深圳 或者你到上海 或者你到东莞去的任何的动作 任何的行为 都是如此公开透明的话 那你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那所以你说这个隐私 只有隐私它才能够有这个 受到保障的财富 而实际上呢 这个我希望大家关注一下 它是两回事 你不要把它放在一起 好 它毕竟像一把利刃 我们说水能载舟也能复舟 对对对 所以一把利刃 你可以割伤自己 你也可以拿来砍菜杀人 各位看你怎么看 我觉得科技技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你用的好 它可以帮助你很大 用不好也可能会害了你 所以像我刚刚我非常认同Welson讲的 如果你真的对任何的币 或者你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投资管道的话 那我觉得学习是一个很重要 而且很必要的过程 今天我们也鼓励大家 透过这样的一个节目可以学习更多 那节目也来到了接近尾声 我想最后丢一个问题给三位嘉宾 那作为一个结尾好不好 我们想说今天跟中小企业有互动 我们相信马中商会里面也有很多的会员 其实可能也是马来西亚的这些中小企业 我们今天的直播观众可能有很多 是来自这些SMI SME的 那我想说这个问题是马来西亚其实还没有到区块链化 我应该这么讲 可是马来西亚其实很多企业正在进行数码化 就是digitalization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 开始会出现一些digital asset等等 我觉得刚刚那个概念可能很多朋友都抓到了 可是接着下来 其实数码化之后还有一个叫网路化 它是两个层次 那从数码化网路化甚至未来可能区块链化 我想最后丢这个问题 或者一个让三位嘉宾可以来分享的是 如何鼓励或者有什么实质上的行动 可以给我们这些现场的所有的听众朋友 我先请达多雷胜来先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你觉得从数码化网路化到甚至区块链化这样的一个演化 我们的中小企业应该take什么样的action 或者用什么样的attitude来面对这个事情 其实中小型企业最大的挑战在整个的transformation 就是他们对这个blockchain很陌生 但他对那个blockchain陌生的时候 他们就有一些恐惧 就是一听到blockchain的时候 他就觉得是一个骗人的东西 很远 除了很远 他就是有一个距离就是讲 先block一下 因为听过很多朋友讲 blockchain是骗人的 还是blockchain bitcoin 谁又被骗了等等的东西 当他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我们讲每一个的revolution的开始 都是有从这个的负面的开始先的 我们讲从在1996年 internet的时代开始的时候 很多很多你会收到很多的那片局的email 讲我又要什么送钱给你 什么等等的东西 就很多负面的东西 从那边开始internet的时代 那就是如果停留在那个 那个想法的空间 整个revolution应该不会take off的 所以每一个的revolution 包括我们讲internet的时代 digitalization的时代 和blockchain的时代的时候 他都会有这种负面的东西开始的 但我们要给中小型企业就是一个readiness 但是readiness就是当他们在这个readiness的时候 最主要的就是第一要去多多去学习多一点资料 那到底blockchain可以为他们的企业 还是为他们的industry里面做了什么东西 那可以在他们的这个industry里面 怎样去apply更好的一个technology 来去转型 那当然是我们讲在这个恐惧的空间的时候 他也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讲 未来的这个blockchain的talent 人才 因为在马来西亚我们讲可以现在在这个阶段 在blockchain的认知blockchain的和这个talent 来真正的去implement和execute这个technology 还是很少的 那在这个很少的空间的时候 就很多人就是来我们讲 拼吃拼吃了 就是懂一点点的blockchain 他也算懂了 读了两张文章的blockchain 他也算懂了 那懂了过后 他就会误导了一些的中小型企业 那变成他们要开始真的去了解 应用这个科技的时候 他就面对了一些的负面了 那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讲主要的中小型企业 如果要认真的去看这个板块来讲 最主要的他们首先 要去真的是参与去了解先 那了解不代表去去亏钱嘛 了解可以去学习啊去看看啊去更多的交流了 那我们就好像马来西亚区块链学会 所以我们before这个COVID-19时候 我们去早两年我们在2018年2019年都有organize一些的conferences 给所有的global的区块链的initiative来到马来西亚去做交流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platform 来去给他们去了解和更多的去看什么的行业可以再转型去去快链 那在这个交流时候 他们也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不同的方面的一些的人 一些的企业已经走过的路程等等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中小型企业 本身要踏出第一步 要去赶去去试这个科技先 然后才决定要不要怎样去转型 就好像Internet的时代的时候 很多在1997年我还记得我在做.com的时代的时候 我们叫中小型企业他讲我们不会这个东西了 那如果今天我们讲中小型企业讲我们不会这个东西 应该他都没在了 他就是这个转型的一个transformation了 OK 好可以谢谢大家 我想非常重要就是学习认知跟跨出第一步 我觉得是很多可能中小企业可以从这里开始了 尤其是我们常在推广电子商务的时候 我们跟很多中小企业说 你如果想要把你的公司或者生意先做电子商务的话 第一件事情你先上网买个卫生纸吧 我们开玩笑说你不买你怎么告诉别人 你懂得去做那个电子商务 所以我觉得从很简单的开始 学习跟了解 我觉得这个部分非常重要 谢谢大多 那我们下来邀请我们的杰森 也来分享 在从数位化 因为我们政府其实在MCO之前 也颁布了一个数位化的grant 所以我觉得也在鼓励我们马来西亚中小企业 第一步先数位化 然后网路化 那最后可能有机会区块链 怎么样来应用 所以我想说 杰森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 或者有什么大家中小企业 可以tag的action 或者该注意 或者用什么态度 好吧 来杰森 好 所以呢 其实 在真的是 数位化呢 其实很多人都会讲 这是CTO的工作 有的人会讲 这是CEO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 真正把很多 小型企业也好 大公司也好 把它数位化的是一个叫COVID-19的一个 一个 一个 virus 它把很多的公司 从原本的 9到5 已经把它变成数位化 要remote 工作 要再加 webmina 这就是其实 已经是在转型了 它把它 更快 它把它加速 它是一个数位化加速器 它比任何国家的accelerator更effective 所以这是COVID做到的一点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 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 就是 when it comes to investment 的时候 学习了解了才进入 因为其实现在的区块链 两年前的区块链 其实就像 98年的.com boom 98年的时候 任何一家公司 只要有用到internet 有个什么什么.com 你就可以上市 你就可以融资 其实那个时候 只要你有白皮书 你就可以做自己的token 就可以跟人家融资 一样的道理 之后呢 99年 2000年 很多人 都因为这样子 而受伤 受伤了之后呢 他们都不敢再去看internet 所以很多人 就不敢尝试 去把自己去做e-commerce也好 去网购也好 那个时候的internet 人家也会跟你讲 PayPal就是把钱 用黑的方式 来把它洗走 还是什么 其实PayPal到今天 成立了这么久 它帮助了很多人 做了支付的这一个东西 所以 现在的区块链呢 其实就是 像.com boom 之后慢慢 剩下几家公司 还慢慢的默默耕耘的 就是那些已经熬过了 那一个boom 慢慢有人开始了解 才慢慢进入的一个阶段 所以如果你是中小型企业呢 现在这个阶段呢 知道的那些information 已经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东西 可以让你 让你读得到 什么是区块链 因为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讲法 每个人有不同的讲法 所以现在已经慢慢进入了 你们已经懂 发生什么事的阶段 我们已经越来越看到 越来越多articles 可以让你知道 什么是区块链 我们 Malaysia Blockchain Association 也办了好几场会议 包括有Ministers 来 就是给一些激励的话 给一些startups 我们也 在Traf Academy 我们也只是 办过一些课程 教你怎么去读block explorer 教你怎么去看 区块链其实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也试过了 在一所大学 就是他们的 Postgraduate Colloquium上面 我们也帮他们 把他的certificates Digitize 上去 其实Digitization of Certificate 在blockchain也是一个 有一些大学 在做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都是 慢慢的在转型 慢慢的把它变成Digital化 我们不再需要 去interview公司的时候 还要复印一堆东西 给他看 这是我的文凭之类 现在全部东西都已经 可以把它放上去 我们有一个平台 叫Linkin 所以久而久之 这些东西 都会慢慢变成Digital 你不变 时代就会 就是会淘汰你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Covid 来临的期间 我们说的就是 穷则变变则痛 痛则久 所以在这个阶段 当我们真的是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去读 去了解 去尝试 当然尝试呢 其实不需要花很多钱 当然没有叫你把整副身家 讲blockchain一定是未来 全部东西放进去 那么你会 随手烂脚 因为你真的是还没有了解 所以了解的当额 你可能就是尝试去到一些平台 比方说Luno 就是一个马来西亚认可的交易所 去尝试买0.01颗比特币 比特币不需要买一整颗 一整颗8500美金 太贵了 你可以买0.1颗 就是850 甚至 也可以买10个8个 0.01颗 也可以买10个8个 所以 所以就是 很小很小的分子 他不像美金 他不像马币 你可以除0.01 就是最小了 他可以除到7位数 就是0.7个0 1个1 那是他最小最小的 那个比特币 单位 那个单位 所以其实 加密货币 他可以收藏的资料 其实蛮多的 如果你是用以太坊的话 他可以0.17个0 1个1 别问我是什么概念 是一个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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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概念 就是 电脑 就是他来计算的时候 他可以到很小的单位 所以 这也是一个 加密货币的美妙之处 你不需要买一颗一颗 这样来算 所以 如果你真的是要尝试 你甚至要尝试一些 Ecommerce 那些 Wilson 也可以使用 就是一些这样子的一些用处 这样子 好 谢谢 转型的路上可以了解更多 学习更多 然后 安全的把它转型 就是这样 好 谢谢 我们谢谢杰森 从上海跟美国回来之后 对Covid-19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它就变成了全世界最厉害的加速器 让我们马来西亚中小区 可以更快速的数位化或者网路化 我觉得是一个最坏的年代 可是是一个最好的年代 是的 我们有机会往更好的面向来发展 最后我把时间留给Wilson Wilson来跟我们谈一谈 你有什么建议给我们的中小企业 好不好 来 因为是这样子的 我们做生意的话主要是市场 那你要怎么跟市场得到联系的话 这个是很关键的 那你如果不在市场 那你不用做生意了 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认识 那你要跟市场有联系的话 首先你必须先数据化 你不数据化的话 你根本你跟市场连接不到 你就是属于叫做out 你就out了 就不在这个市场了 所以你没有选择 对吧 你不数据化你真的就是out 现在已经out了 不好意思 那第二呢 你必须要网络化 为什么 当如果你这个数据 你只是数据化 但是你没有跟其他的联系起来 你没有流通 这个数据没有流通 它就没有价值 就是所有东西你只有自己知道 就相等于好像你一个人 你读了很多书一样 你读了书 但是你没有跟人交流的 你每天就是闭门遭居 躲在自己的家里的房间里面 然后你读很多书 你很厉害 但是你没有跟任何人沟通 那你的知识 其实就也没有任何的价值 所以你数据化了过后 你需要网络化 那你网络化了过后呢 我们都知道 这一新的年代 我还都不谈blockchain 而且我们要知道 有一样东西来着 叫做AI 就人工智能 对吧 而人工智能 它是属于这个数据化的 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 从machine learning 到deep learning 然后呢到了这种 zero的这种程度的 这一种的AI 它就帮我们把整个世界 用这个人工智能把它联系起来 所以如果你没有数据化 你没有网络化 你根本不可能可以使用到 这个人工智能 所以是远远被抛在后头 所以你问我不管你做什么生意 你一定这个方向是不可避免的 好了 那我如果再讲到区块链化的话 那更加不用提了 因为你之前所做的一切 你的数据化也好 你的网络化也好 我们都是活在一个第三方的世界里面 我们都要受第三方世界的控制 就刚才所说的任何的一切 资料资讯都好 它都是这个server 一个第三方的世界 你说我的文凭也好 我的什么也好 它都是在一个第三方的世界里面 那这个第三方的这个世界 它是个中心化的一个公司 它可以倒闭的 也就是说任何的这个政府也好 它只要认为说它是有威胁 它不一定是坏事 但是只要对任何政权有威胁的力量 都可能受到打击 这个是一个最basic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认知 所以呢也只有区块链能够才确保说 我们的资料是可以trustable的 是可以信任的 那可信任的这个资料 如果我们再来做这个价值的交换呢 也就是说你的数据才会有价值 否则你的数据没有信任它没有价值 没有物理的这个本质的话 我今天所提到的 没有物理的本质的话 它也没有办法作为这个交易的价值的话 所以呢如果你脱离了 你不去学习区块链的话 那我非常非常很大胆的今天就直接断言 你已经被淘汰了 那你要接触的话很简单 你可以从这个学习 就像刚才杰森也提到很好的 就是说你最起码你自己先去买个 买个比特币啊 其实买十个八个也可以的 十个八个 那好像以太坊 很便宜啊 我们这个logo旁边这边上面啊 有一个叫做 World Blockchain Foundation World Blockchain Foundation 世界区块链基金会 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Facebook 然后呢我们也会想办法呢 在接下来推出更多的这个基础的课程 让大家了解 你先了解什么是区块链 你才想怎么去加入 就跟刚才你们所看到的这个 Hyperledger跟这个 R3 Corda一样 很多的这个上市大公司 他们都在上面 他们是怎么应用的 然后呢我刚才也看到留言 也有人问到这个问题 我顺便主持人不用问 我也顺便把他回答了啊 就说这个 作为这个马中商会的这个会员 做小型企业 现在中国已经开发了自己的DCEP 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去利用这个东西啊 那实际上你的认知首先 你除了学习之外呢 你要尽可能可以用你的企业去做对接 因为它是 它是一个受控制的 它是一个permission chain 所以呢你要尽量的去跟进 它的最新的消息 现在呢在中国全国呢 应该没错的话 它已经有四个试点 那这四个试点的话呢 它会跟相关的企业去做对接 它首先对接的一定不会是个人 它一定是企业 所以你要关注一个企业呢 你就怎么的去申请 可以得到准证 可以做这样的在它的这个网络上做交易 然后呢你就可以掌握到这个这个时机了 而这个将会是最大的时机 也是最好的时机 好 谢谢啊 两个小时 我们跟三位嘉宾这样深入的分享 希望所有的现场观众朋友有所收获 数据化以后一定要能够分享网络化 网络化的价值 怎么样来断定 我觉得区块链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它可以让你有物理特性 我觉得Wilson今天特别点出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我觉得一针我们就马上可以见血理解说 区块链真正的科技所在价值所在 这样的物理特质就可以让你的所有的 Digital Assets开始有了一个物理特质 而产生了更大的一个价值 所以未来一定会往这个方向走下去 所以我鼓励各位中小企业 不管你在处在哪个阶段 一定要有更多的学习跟更深刻的理解 好我看到你指的那个logo 也鼓励各位可以去了解 那个foundation应该有很多可以学习的机会 我不知道马中商会的可能可以 总商会可能可以秘书帮忙 share我们的一些info出来给大家 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大的一个收获 那我再一次谢谢三位嘉宾 那我们就要把时间交回给我们总商会了 好不好来我把时间交回给Kelvin 谢谢各位谢谢 谢谢谢谢文斌 谢谢文斌很精彩 还有些位也谢谢三位主讲人 主要呢 其实我也一把暖炭这个两个小时 因为我们这个马中总商会 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商会 所以大家都会去之前跟他我也说了 这个到底是什么回事 帮这个blockchain上来 其实我也想说一下 这马来西亚的一般的中小企业 或者是商人的一般的商人 我们都会比较保守 然后可能是我们都在一个很温义的 很温暖的这个conference zone 所以呢 所以讲一听到这个blockchain 我不是blockchain 我要block my mind first 所以 所以这一次呢 这一次呢 卸开这个 这个 区块链 这个 这个 这个课题呢 有些些Vilson的建议 这个真的是卸开大家 对这个主题 blockchain 区块链的一个概念 然后呢 主要我们 当然这个 今天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讲座会呢 也是 是属于一个 区块链的101吧 就是blockchain 101 就是一个很皮毛 很简单的 最主要的 当然 各位 在 主讲 主讲 包括我跟文丁 都是 见 每一位 听 听众 或者会员 如果要去投资 这一方面的 当然要先去了解 然后 我也看 如果是 反应好的话 可能我们 还有一个Version 2 这个当然要探讨一下 不过现在 其实我们 马中总商会呢 这一天 今天是第九场 其实我们还有三场 的 的 讲座会 一个是在 16 等等 我会卸出来 在 16号 16号呢 是我们的 尼奇 主办的 就是尼奇 在疫情中 经历的 领悟的 理事跟医疗的 科技边 然后 时间到时 我们会再通知 然后 一个 在 23号 星期六 疫情对全球 区域的 低原政治 和经济发展 和 马来西亚的未来 的趋势 然后第三场呢 是在 在5月31号 疫情后的企业 布局 跟转型 我们都邀请了 很资深的 企业家 跟我们的领导 来 跟大家分享 还有呢 我就是想我们这个 今天的这个讲座呢 我们都会 录影在 那一个 就录刻在我们的Facebook 大家都可以上去 这么的一些才能 全部有comment的Facebook 你然后 会有重播的 谢谢大家 我现在也两点到 OK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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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